你可以先把你的问题直接贴上去 然后上面加一个帮我转为 我还打错字 二维 应该是二维 他居然 实在是太聪明了 我觉得他其实蛮人性化的 所以他得到的结果 他是先把它建立成一个字串 所以你会发现他是前双引号 然后一直往下一直到这边 一整串 所以以后如果你假设 这一整串 他是很大一个范围 就三个双引号 到三个双引号 那就是一个字串 本来是一个 他改成三个 他就会变成全部都连在一起 这个也顺便可以知道一下 有没有三个 然后这一个 他就把它变成一个文字的变数 叫data 然后利用这个data做什么呢 他实际上的话呢 就是先用一个方法 叫Spring后面加lice Springlice的话意思就是说 他是把每一行都切开 因为他换行就反斜线N 他就先帮你切开之后 然后再把每一行 这个for后面其实有一个h for each line 就是再把每一行做spring切割 再切割逗点的意思 OK 其实他做了至少三个动作 但是他把它写在一行 是很精简 没错 如果一般是要写三行 但是他全部写在一起 不过我是觉得他这样写也蛮好的 你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最后的话 当然就会变成一个 一个叫data list 这个data list就是二维串列 所以以后你干脆拿这个当范本算了 因为不外乎如果你的资料是放行逗点 那就用这个就好了 又快又省事 所以最后的话呢 我底下又有个叙述 就是把上述资料放在哪一个档案当中 然后他就会再用档案的方式再去开启 其实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你们如果要看的话 这一段我有update 所以我刚刚有把它更新了 所以如果你假如要看 你可以在那个刚刚的云端上面的 其实这一串一样 点进去应该可以看得到 那我就把它贴在我的这一个 这个Spider里面 不是这一串 把刚刚的程式贴到那个Spider里面 跑跑看 那理论上应该OK 把它复制一下 贴过来 那我的路径应该没错 路径的话呢 它这边给的是这个C帖号斜线Temp Member.tm 没错 不过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写法就我之前讲的 如果我假设不想要在这个每一个反斜线有没有加两个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个字串的前面加一个小R 它就具备有那个拖曳支援的效果 就不用加两个了OK 然后底下这个应该看得懂 反正就是Open开档 WithOpen就是开档 然后开档的路径给它 R模式 一样是UTU8 然后把刚刚那一行 其实就是刚刚那一行把它加进来 有没有 然后切割 最后的话再把结果print了 不过最后这个for输出结果 我觉得不用写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一个抓出来print 那我直接就把它改成什么 直接就干脆改成printer 这个就可以了 printer 这一个哦 所以我这边把它delete掉了 我不要用for回圈 把它这个地方把它改成printer 把这个二维串列 帮我print出来看看是不是我要的二维串列 那理论上这个data list 就是我要的二维串列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要 那所谓的二维串列一定是 就是反正最外面一定是 最刚开头一定是个中瓜湖 有没有 然后中瓜湖里面的话 就还会有个中瓜湖 那这个等于是第一列 就是栏位名称 第二列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号 有没有 到这边 有没有 那中间一律加豆点 有没有 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 一次类推 应该可以知道这个意思 那如果有这个的话 后面的话我们就简单了 所以有这个data list 那接下来你就可以拿刚刚的这一串 你可以把它Ctrl-C 其实应该是从这边 从那个 workbook Ctrl-C 到save 反正就先建一个工作簿 工作表 写到工作表 存档 OK 好 那就Ctrl-C 然后把它贴到这个下方 然后上方记得要加什么 加上那个from 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这一串 反正就是从OpenPyExcel 帮我imple它的工作簿 那我要用这个工作簿 去帮我做存档的这件事 OK 应该可以懂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直觉吧 而且这个概念 跟那个 这个什么 VBA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OpenPyExcel 你在把这个概念 延伸到VBA 其实不太需要转 只是语法稍微转一下 概念是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说老师 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事情 换成用VBA来写 当然可以啊 会不会很复杂 不会啊 我也试过 其实很简单 真的 而且有时候在VBA写 有一些好处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就是在Excel里面 它不用在input 它不用做 对 有一些好处 但至于哪个好用 这个就见能见智 OK 好 最后的话有个bug 哪个bug 这边有个XX 为什么 因为它这边的二维串列 是这个名称 那我们现在换这个名称 所以很简单嘛 你就把这个名称复制 把它改一下 比较好 不要连改的能力都没有 那这没办法 我说真的这个 你剩下这个能力有就好了 所以你会发现 那其实我们都是在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然后呢 可能主要任务就是 请ChallGP帮我产生什么东西 那你只需要会贴就好 对哦 所以你说哦 老师那我会贴 可以吗 够了啦 就真的 这样已经比太多人强多了 好不好 很多人还不会用ChallGP币耶 你还会用ChallGP币哦 OK好 最终结果来试试看啦 所以最后还要改哪些地方 记得挡名改一下 我看一下挡名 挡名好像我们 刚刚是有一个 这个 底线RPT 改一下 我刚刚每次都忘了改 好了 其他就没什么了 好 诶 这件事本来有误章的 有没有 团间 喜欢乐 对 莫名的感动 对 简直是 真的以前 我跟各位讲 真的以前要做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有没有 但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吧 没那么困难吧 好了 剩下我们来执行看看哦 OK 剩下来就是你要慢一点 然后不要做错 你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OK 对 会讲哦 做做一样的事情哦 坊间的书籍 我看你看半天 你还是不知所言 你还是不知道怎么做 执行一下 OK的 看一下在我的根部里 在桌子底下有没有这个东西 看一下 如果有的话 有了 8K打开看看 是不是五个栏位 加50个会员 对耶 有没有乱吗 没有乱吗 感动 OK 所以这件事本来是很困难的 突然间好像有那么困难吗 好像没有 OK 所以如果你懂得善用那个 Chargept 我是觉得已经非常足够 你做很多工作上所需的这个应用 当然做个总结 反正第一个 我还是用Chargept 帮我把资料变成二维串列 它写出来是这一行 至于细节 我想你们自己有空的话 自己在 反正这个一定是切每一行 然后这个是切它的斗点 最后的话 最后它把它串成二维串列 OK 哇 这写法 真的是 我看过最简单的 坊间的书籍没有写这么简单 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参考的 但是我是坦白讲 我有时候不太习惯 它写的方法 但是后来我发现 因应AI的时代 我们还是要习惯 虽然刚开始不习惯 那我习惯一下 就可以得到的好处 那我还是习惯一点好 不然的话我还是要自己重写 多辛苦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样 后面部分就是什么 再把这个二维串列 丢到这边 把它的每一列 做append的 所以它其实是把 这个二维串列里面的一维串列 丢到这边 把它写到这个WS WS就是工作表 那也就是说 将来你要写到工作表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一列 一列 透过append 写写写写写完之后呢 然后就保存 ease就搞定 OK 大概是这样 你说这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 可是呢 没有那么简单 那你如果有空 你自己去找 至少十种 二十种 三十种以上的写法 但是我自己看一下 还是这个简单 OK 试试看 还有Pandas 如果你们对Pandas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看 但是Pandas最麻烦 就是DataFrame 所以如果你可以 跨过DataFrame的这个坎 也会觉得简单 OK 试试看 那这一题的话 也许就先 这个Ending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把 最后这个 我一样把它贴到云端 做个 总结 所以这个